主日三分钟,天主教教理重温卷四,基督徒的祈祷 在祈祷生活这个章节里面,天主教教理为我们详细展示祈祷的三种表达方式 就是口土、默想和心土了 而天主教教理也都为我们解释祈祷生活所面对的战斗 包括反对祈祷的论点,包括我们怎样谦卑警醒 包括我们要好像子女一样去信赖天主 更加要在爱之中恒心不如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多些有关口土的知识 金口圣若望说,我们的祈祷是否被谁听并不在于说话的多少 而是在于我们心灵的热切 天主透过声宴向人说话 而我们的祈祷就借着心里想的和口中所说的言语 而具体化 而重要的就是要聚精会神 仍是在祈祷之中与我们交谈的天主 在祈祷之中与天主相遇 口土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 因为耶稣教到门徒口土的经文 我们的天父 而耶稣也都在会堂之中高声重念礼仪的祈祷 耶稣更大声地作祂个人的祈祷 表达祂纵阳天父的喜悦 以及表达祂的忧伤 按照人性的本质来说 精神和身体是合而为一 而口土 则将我们身体和内心的祈祷 联系一切 我们要以基督为榜样 因为耶稣自己 是想向天父祈祷 而耶稣更教导我们 以我们的天父 即是天主经去祈祷 口土也都符合天主的要求 因为天主一直寻找以真理和心神 朝拜祂的人 天主当然 以立法治灵魂深处 而生动的祈祷 而天主 更加要求那连结肉身 与内在祈祷的 爱在表达方式 因为口土 正正给予天主 正正给予天主 献上最完美的 慈祝 口土 更加是一个 最适合群众的 祈祷方式 同时 最内在的祈祷 也都不应该 忽视口土 圣女大德兰 教导我们这样说 只有当我们 在内心深处 而知到祈祷时 我们向他说话的 那位天主 我们的祈祷 就升华 成为内在 与主交谈的心土 因此 口土 可以说是心土的初佳 不用忽视 就用我们 怀着再无度的精神 与天主教教你 一本书作明灯 去重温各項重要的顺利 求圣神带领我们 走向光明 摧残的天国